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日的第二期节目 我们继续分析热门股票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者 好 那么今天的第一期呢 是从A分析到了PLTR 那么现在呢 从PayPal开始 把剩下来说一完啊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呢 近期完成了一个深度的回撤啊 深度的不叫回撤 就是空头行情吧 这个空头行情结束了吧 能看到真正的底吗 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看到 我们啊 在这一周呢 发现了一个他新的一个低谷啊 波谷 对吧 比之前的这个谷低啊 这个低点更低是吧 这样的话 这个下跌趋势线还是有效的 下跌行情还没有完全逆转多头的思路 只不过近两天大盘 在相对的波谷呢 开始有些向上反弹的一个意图 因此呢 对于PayPal来说呢 我们也是在看反弹 我们看到这里呢 是形成一个密集的一个多重小底啊 头肩底 哎 你怎么看出来头肩底 大家看 跌到这儿 弹起来啊 这就是左肩 跌到这儿啊 这就是头肩 再接下来 哎 跌不透这儿 这就是右肩啊 右肩 对吧 这就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头肩底啊 微观层面的一个头肩底 那么头肩底 现在呢 景线被突破上去了 对吧 所以后期呢 有望啊 再往上走一点点 好吧 这是PayPal 说万一他强势的上行呢 不要急 所以三个字不要急 那么等待一个回路啊 咱们再看啊 现在还在空头的一个相对的 就是还是在空头范围内吧 空头势力范围内啊 因此不应该过于的着急 好吧 说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不是创新低了吗 说明啊 在下行过程中 空头波段要比多头波段的高度要高 深啊 要更湿的啊 更长 所以还是按照空头的所有在看哈 直到第一次逆转形成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多头在意 到时候再讨论 好 我们看一下R1V 近期啊 这个R1V这个图啊 给了很多网友一些 呃 这个这个诱惑吧 诱惑 他你看他这个历史啊 也是非常的灿烂啊 灿烂啊 就把很多人的脸都弄得很灿烂啊 哭的 哭的很灿烂啊 这个暴跌之后呢 又给出暴涨 这种图能做吗 R1V这个图 有人说不能做啊 是的啊 恭喜你 你已经知道了 这种高风险的不要碰 特别是他这个多头行情并不是十分明显 是吧 所以不能去做 那为什么近期有这么长的暴涨呢 呃 why他more than doubled this week啊 这甭管那么多啊 反正就是high risk 哎呀 刚才看到这个啊 forget他 here is another high risk high reward stock that I could recap 这什么rep啊 这个这个real returns啊 算了 不看了 好 对于他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看 应该边上看啊 就这么简单 不要去做了啊 不要去做 但如果非得让你分析一下呢 好的 分析谁不会分析哈 这有这也说错了啊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分析哈 好 我们看啊 好 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画支撑阻力区域是吧 这个位置应该画一个 把这些明显的波谷 这注意这是日线图啊 日线图又这么疯狂 好吧 他经过了暴跌之后 猛烈的往上拉手啊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双重底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左侧底停顿 右侧底啊 双重底往上走 那么现在他是不是要逆转当前的空头趋势呢 好 我们把空头趋势画起来 你会发现他正好是在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的一个回踩测试啊 那么按照技术位呢 理论上做多头的突破弹会好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盘后呢 还是有点下跌啊 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继续洗一下盘 这就是技术位给出的折引 先洗一下盘 看一下多头的一个抑制 然后再往上走啊 这是一个双重大抵啊 这个图还能做吗 当然不能 看到他歪歪裂倒的 这像啥呢 这像一个随机性啊 体现的非常明显的一只骨啊 好 我们看一下Roku 好久没有分析他了啊 这Roku还用分析吗 有人说用啊 你看最近是不是在底部横盘了 不愿意往上跌了 有点这意思啊 那应该怎么办 有点这个意思啊 我们应该把它这个阻力区界定一下 我们把这个位置画了一个阻力区 把下面画一个支撑区 把这个上方画一个阻力区啊 那么接下来一周可能就在这附近啊 震荡了啊 附近震荡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多头已经抄底了 但是我们看到啊 他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波谷 是吧 这个波谷表明空头更略微强一些 随后呢多头往上走 是吧 因此呢 多头需要看啊 需要看 他第一呢 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啊 形成一个更高的波峰啊 相对于这来说 随后呢 回踩回落 不管你回落的深还是浅 你都要回落一下 然后再往上走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波段 好吧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看不出来吧 有人说他在底下超了 但是就在过去一两个月 一直反反复复阵 把它阵又阵出去了啊 因为这阵幅并不小啊 从100到70 72 这是28块钱 28吹100就25%左右的一个波幅呢 这震荡区间非常的大 对吧 那为什么会形成震荡区间呢 一个呢 有可能啊 这个空头不愿意再伸砸了哈 第二个呢 有一部分多头愿意在底部做一些小波段啊 才会出现一些震荡 说多头为什么没预计做大球式呢 哎 事后告诉你 他就是没往上拉伸哈 所以 但是啊 有人说 他已经洗了这么多盘 空头还是没能砸下去 而且最近一周还是多头 那后续 有没有可能突破上去 有啊 有一定概率 因为反反复复震都震不下去啊 所以多头在变强 空头在变弱啊 空头不像之前这种直勾勾往下砸了啊 直勾勾 而是更多的犹豫啊 表明啊 空头犹豫了 空头犹豫什么意思 多头想要进场啊 就这意思 所以下周呢 要看啊 这个突破的一个情况 这是肉酷 是当万一再跌下来呢 不好意思呢 就震荡没完 没完啊 没完 好 我们看一下智力矿业化工 SQM 我们对于 SQM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来着 是要看他在这个长线趋势线的一个止跌情况 对吧 这个趋势线是这么划的啊 这是一轮新的一个多头波段啊 经过了震荡上行 然后再拉升 再回落起盘 然后再拉升 然后这次回落啊 说当前处于什么一个状态 当前处于上一轮啊 就这一波多头波段的一个回撤的过程中 因为他还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啊 或者是69块2毛这个低点 他没有跌破之前 我们都叫做上一轮多头波段的一个回撤 直到他去跌破这个低点 现在跌破了吗 没有 现在多头应该怎么办 多头看到的是在这个支撑区的一个停顿啊 我们看但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到这个下跌小趋势限制啊 这有一个大阴线啊 周四这一天 周五呢又弹起来了啊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方向啊 在这个位置多空上方都不知道 是应该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下游支撑 上游阻力的一个位置 好吧 那而且mcd这指边是有点利空的啊 对吧 而是一个死差 那么后期多头应该怎么办 应该像这样 等到这样的一个右侧点面再去做 首先呢 应该先突破上去 注意一定要突破上去 然后再稍稍的回落 踩这个地方 然后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才能做 对吧 那如果他 他不 他突破是突破了 他如果踩的很深呢 我们再画一根线 踩的很深的话 就是最终多头的离场点位啊 踩下来就麻烦了啊 踩下来我们就得重新界定 他的新的一轮的一个多头的起点了 对吧 新的一轮多头起点 不知道在哪到时候 注意这个是多头最后的离场点位啊 如果跌破的话 嗯 万一再上去呢 万一再上去 按照我们的趋势理论 我们要重新调整思路了 因为这波小趋势已经被破了啊 嗯 那我相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在 等待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反弹就 离场了啊 就是所谓的 这叫叫什么 死亡之稳 或者是二次测试顶部 是吧 就跑了 好 一定要注意这临界位置的表现啊 好 他有什么消息吧 没有 好 我们今天再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作为龙头股呢 啊 他其实已经摇斩了哈 从1240跌到了近期的620 这不正好50%的跌幅吗 说50%他就不跌了吗 目前是这样啊 我们近期关注的一些科技龙头 包括特斯拉啊 都是在看这地方是不是一个 可能的一个双重底 对吧 嗯 那很显然他是 事后看这没事啊 特别是在周三周四呢 我们还在怀疑他在趋势线附近的一个 啊 情况 不光是我们在怀疑 那么在周四这一天 是不是也有人在怀疑啊 所以多头没有在这一天确认啊 而在周五才给了一个确认信号 为什么周五给确认信号 因为周四的盘后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在4小时GP给出向上突破的阳线了 那么特斯拉就直接好OK 大盘你不是不愿意叮了吗 特斯拉也走一波 哎 大家明白吧 所以我们每一天盘前盘后都是很重要的哈 他会提前告诉你市场可能会怎么选 特别是龙头股会怎么走 是不啊 就是大盘的方向 基本上就代表这些龙头股的一个可能的走势哈 所以这个特斯拉目前啊 既然选择上行啊 那就应该继续往上走一点 好吧 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情况 说万一代跌下来怎么办 你近期跌下来的一个减仓位放好 比如说680作为你的减仓位行吧 因为这是一个突破回踩吗 这个阴线的低点就是你的减仓位吗 680可以吧 我们画一下啊 设定好新的一轮的减仓位就可以了 万他不跌破呢 不跌破就继续谈了 往上往上谈 届时我们也看大盘反弹的一个情况 行吧 特斯拉 说特斯拉有没有可能在高位无信震荡了 恭喜你 你也会思考了哈 就是有可能哈 这龙头股其实他已经跌了50%了 再跌的话很多人吃不消 很多大资金包括木头节也吃不消啊 那有没有可能跌 不知道啊 我确实是不知道哈 这是一个龙头的 有争议的一个龙头股 不清楚啊 这个特斯拉最近不是在德国工厂啊 亏了几十亿美金吗 比特币不是也在账面上浮亏了很多吗 是吧 所以想要真正的账面上浮云 有人啊 只关注他浮亏哈 他浮云的时候他也没有了结嘛 没有了结婚礼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纸面的哈 那比特币啊 就是在相对低位呢 好吧 特斯拉有很多这事啊 一时半会儿 那个不行啊 那么最近马斯克也在呼吁这个人口问题了 很想然后后续这个这个这个什么都胎法案 就是吧 啊 就会有更多人口吗 这对还是错呢 不清楚啊 看看这个国家是极端自由还是相对自由了 注意每一个领域都有极端自由和相对自由 所谓极端自由就是完全自由还是相对自由 这是一个取舍 我相信美国也要办办自由啊 就是削掉一部分相对自由啊 削掉一部分极端自由啊 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的 这种自由如果是只是为个人这个权利的话 不知道哈 这个复杂不想说啊 因为有些人的思维模式就是个人的天性 个人的自由要完全释放才对得起这一辈子 是吧 有的人不是这么觉得 有的人要牺牲一部分小自由 换取更多的周围人的利益啊 大家共同再促进每个人的更好的利益 究竟怎么选 每个人想法不同啊 我怎么选 我选择刚才说的第二种啊 不要极端自由 好 我们推特 推特呢 我们需要跟进一下技术面啊 推特近期也没有什么好消息面啊 那么推特是在给 CEO啊 不是给那个特斯拉 他们发了给马斯克 他们发了那个啊 就信息流之后呢 马斯克就不再喷他了 对吧 就是说你可以看我的所有的数据流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这里的真实账号和这个信息的一个情况 之后呢 就没什么消息面了哈 所以现在呢 消息面比较平静啊 所以对推特来说 应该怎么看啊 推特目前的视觉感觉是什么呢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之后啊 给出了一个明显的突破 然后再回踩 这个近期的回踩呢 在之前级别还有一些小横盘啊 而且呢 有一点点啊 这个上清的感觉啊 我们画一个趋势线 是吧 但是有时候啊 这个我们把握不把握不了哈 所以多头如果你已经进场的话 想要去做一个反弹多或者是一个双重底的多 你的止损啊 最最保守的就是放在35啊 就是说这个左侧底 而不是更高更低的这个31这个底啊 好吧 这个图我觉得技术上就应该这么去预期 啊 那有没有可能跌破 有啊 所以这个止损就带好了啊 所以这个怎么说技术上有一点向上的意思啊 也不敢说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近期非常啊 漂亮的鼓啊 叫Wolf Wolf Wolf Speed Wolf Speed的它的历史呢 就是震荡的波段非常的大 是吧 因此会符合有一些人啊 做概率交易的一个这个需求啊 我们看他近期应该怎么去看 好 我们先画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啊 发现这个是个临界位置 对吧 支撑区也可以换一个啊 大概是在这个附近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还是不明白 就是按照震荡的思路去预期就可以了 现在它是趋势吗 还不是哈 因为上一波明显的趋势是这 对吧 结束了啊 然后反反复复无需震荡了 所以这个图并不是很容易做的哈 并不是很容易交易 说现在可以做多吗 理论上在周四啊 的盘后 我们对于很多股票都给出了一个双重底的判断啊 理论上应该去做多 对吧 那么现在去追高的话 有可能再走一步啊 走到八十一代 好吧 但这种啊 谷就算了啊 我们龙头谷很多的啊 不要轻易的做一些 这些震荡上就比较多的谷 好吧 这么画也行 但理论上我们是这么画的 为什么 我们因为把这个当做真正的底哈 所以要这么画 刚刚突破哈 所以后续应该还会再回落啊 测试 这是Wolf 对于能源指数 我们对能源指数的态度是什么来着 能源啊 美联储最新啊 的一些表态说啊 美联储说对于能源这个领域的影响的通胀 这些因素呢 实在是无能为力 是吧 不是 你怎么就无能为力了 你不是美联储吗 开玩笑哈 这个你怎么就无能为力了呢 哎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啊 他们这这套逻辑已经吃不消了哈 在特定的一些领域 那应该怎么办 对于能源领域 我们近期对他的一个思路呢 是不断的调整我们对他的思路啊 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思路 为什么 因为他消息面相当的多 如果我们画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趋势线在这 在这 那之前我们这个完全就是不断化处理过的趋势线 我们可以把它暂时的删掉 好吧 那这么一话 这个能源指数是不是要活了呀 有人就希望啊 这个多头趋势一直永存哈 我们仔细用肉眼看一眼啊 好 我们从对立点上数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哎呀 有的人就 哎呀 小多你又数对了 就又是五了 是的啊 这个大周期的啊 就是时间越长 这个五浪效果会越好一点啊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哈 那这五浪要结束了呀 看这样子有点的意思啊 所以近期多头要注意了哈 近期多头 实际上我们啊 这个波段话处理的话 你理论上早就应该跑了啊 我相信我们在分析缘由的时候 一定会啊 告诉你这个 对吧 包括那个什么OXY呀 什么这个CVX等等 一旦出现破位情况就要减藏的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应该怎么办 应该等待一个右侧的横盘 双重底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而且必须得在长线趋势线上止住哈 止不住的话 新的一轮的建仓的止损位就被打掉了 是吧 你比如说在这止住了哈 进场 止损就放在这个横盘区域下边 或者是这个长线趋势线之下 我们对五浪也不是完全信的啊 他有可能再走一个双重大顶 是不 我们说啊 这个原油 你不就是能源指数 你不可能就直够下来就结束了 他没有二次顶吗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啊 就直够下去了 这个 你看这个底部还有二次底呢 那顶部应该也有二次顶才对啊 所以这原油啊 最后的一波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啊 不是原油啊 能源啊 在这里 好吧 等待 说万一他提前就就就就止住了呢 你等到右侧点面 现在是右侧吗 还不是啊 肉眼可见还不是 这mcd死差还没有完全的收口的感觉啊 好 我们看一下乙星航运啊 这个太空领域也是比较火啊 那么近期他走出了什么 哎 走出了一个新的底点 什么底点 有人说反应不过来 这是一个大型的abc啊 对吧 最原油也有可能走出一个避浪啊 避浪的顶点就是你 减仓或者最终的离场位啊 除非或者说他猛烈的往上走啊 也是有可能啊 但到时候这个过的话处理非常关键啊 就刚才那能源指数 现在应该怎么预期 应该继续画一个下跌的趋势线 等待这里的一个指跌 否则的话 否则他就不好说了啊 这个图 他已经有点头肩顶的感觉 头肩 右肩 左肩啊 注意 不规律啊 并不一定abc就一定是abc啊 他有可能继续往下走 所以右侧交易者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看最后一只 zoom 啊 zoom我们画的是一个趋势线啊 注意 12345 多头如果想要去保护盈利的话 应该画一个相对陡峭的趋势线跟着 第五浪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他可能的停顿点的位在哪里呢 随时 注意五浪是随时的 可高可低 随时结束 怕的话就要减仓 好吧 更高一点也可以啊 注意 这是 这是这个数法啊 最低点开始说 12345 五浪结束还有六浪吗 再说呀 不要急 好吧 好 这就是zoom 好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那个明天盘前 我们再见咯 好 大家也可以看六啊 这个周六的节目啊 也都是一些重要的行业和股票 好 拜拜